今天我们带大家看到是 美选最后倒数剩下13天了 大咖选边站押注的力道更大 小谋CEO戴蒙跟Bill Gates他们押注贺锦丽 但是避险基金的大佬却是押注川普会胜选 最后我们看到华尔街秀出了一丝丝的风向 认为川普似乎胜选的几率越来越高 我们就问如果川普投顾胜选的话 哪一档股票会是最大赢家 网友居然有志一同看好回答 而如果看望回答台积电视能插到哪里去 对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距离美国的总统大选 倒数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当然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选情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紧绷 那当然每一个人随时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那今天最大的变数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时代任职最久的白宫幕僚长Kelly 他突然之间突然爆料 他爆料什么呢 他爆料说川普其实他在上任没多久时间 一直要跟他这个Kelly说 我一直跟他解释说 我们的军队要效忠于这个宪法 但是川普一直觉得很奇怪 不是要效忠我个人吗 所以他就说了 事实上川普是一个向往独裁的人 他甚至很希望说希特勒这样子的独裁者 然后他同时也说了 他不理解所谓军人为国牺牲的意思 他说不是应该为我牺牲吗 他说他不是他表面上讲的 那么懂这个所谓军事 或是说那么这个理解军人牺牲的这个精神 他这样一讲 就他这样一讲之后 就这样子 被这个贺锦丽捡到枪 贺锦丽马上他就飞回到白宫 也难是以这个副总统之之 发表一些言论 扣白鸡了 没错 他就说川普想要像希特勒的将军 令人非常的不安 所以等于是说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吐川普一下 那当然这个会不会影响选情 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但是对于这个川普来讲的话 他可能觉得这个 有点下饼柱的一件事情又发生了 这什么事情呢 就是伊凡卡就是他的女儿 他女儿带着他的这个女儿 算是他的孙女 叫阿卡贝拉 阿拉贝拉 他们到什么地方 在麦阿蜜去 他们在麦阿蜜很正常 就没想到他们居然去看 泰勒斯的演唱会 泰勒斯出大事了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他会不爽呢 我们知道事实上泰勒斯 前一阵子才公开 他已经是铭挺贺锦丽了 就没想到伊凡卡还带着女儿 我的孙女 我的乖孙 我的乖孙女 两个居然去麦阿蜜看泰勒斯的演唱会 他觉得说都什么时间 你不能选玩再去吗 对嘛 你这样很奇怪 对不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不止这样 他还打卡 这个伊凡卡还送给他女儿一颗 泰勒斯在2014年的单曲 Blank Space的歌词的这个蛋糕 而且还IG上面还写 给我最爱的SWIFT最棒的这个蛋糕 一颗蛋糕怎么了吗 对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最爱的SWIFT 就是说 这个我很喜欢泰勒斯 那这个某些人看起来 难道这是 你在鼓吹泰勒斯 你要follow泰勒斯吗 你要去看泰勒斯的某个外公 可不可以去 所以就知道 事实上这个对川普来讲 我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为什么 因为川普说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泰勒斯 因为泰勒斯 他其实在选前 他也很希望泰勒斯来支持他 但泰勒斯不支持他 泰勒斯去支持贺锦丽 你觉得川普会怎么样 这一开场 你变变变变变 倒数13天了 连续的新闻都不利于川普 他是不是不太妙啊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话 当然 我觉得还是在伯仲之间 所以每一个新闻 你都觉得 哇好像影响很大 一下翻这边 因为每一个新闻 因为他们民调差距很大的时候 你跳动了一两个percent 可能会让整个选情逆转 所以就觉得 这个好像很大 不过我们每天 还会有非常多的剧情会发生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 目前为止来说 国际上的这个行情里面来讲话 大家反而 这个目前为止是略微看好川普的 为什么略微看好川普 因为美元指数在礼拜三的时候 飙到这个104.3以上的这个高水準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说 你未来你美国可能不会降息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要真的川普 如同川普所说的 我要怎么瞌睡一大堆的政策下去来说话 美国公债殖利率可能会往上升 可能通膨会再起 不会再降息 所以人家就说 不会降息的话 那美元当然会往上涨 所以某些程度来说 已经在反映说 川普是获胜的几率比较大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目前为止 任何一个人出来表态 对选情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几天在美国网路上就传言了什么 巴菲特出来说 我支持这个川普 为什么很令人惊讶 事实上巴菲特过去大部分的时间 他其实支持民主党的 但是这次里面说 网路上居然有这样传 就没有要逼着谁 逼着巴菲特 自己出来澄清 巴菲特其间的公司就声明说 巴菲特现身目前不会 外来也不会为任何人投资产品背书 或为任何政治人或候选人的背书或是支持 所以说跳出来 说我没机器一 不过你要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在讲华尔街怎么布局的一个状况 当然非常多人都有这些布局 不过我觉得 我们看一个非常知名的人士 就是美国知名的这个避险基金的这个人叫Jones Jones他说什么 他其实是美国非常大咖的避险基金 他就说什么 我已经朝这个川普赢得大选的方向 重新调整我的投资组合 这看起来就避险基金来讲的话 大部分目前为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说实在 他们几个月前都是比较偏向看好和景丽的 觉得到目前为止 被想到居然说川普拉上来 所以目前为止他们的调整是把过去 可能贺锦丽的部位略高 把它调到有川普的这个部位 所以并不见得是说他们一定看好 川普一定会当选 只是这是调升这个比重的这个问题而已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 当然我们知道 伊隆马斯克不是宣布出来支持这个川普吗 让他民调一直往上冲 所以现在呢 知道目前为止来说话 也要非常多人出来支持贺锦丽了 这个支持贺锦丽是谁呢 就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就说 那我这样 我也开始宣布出来捐五百万 五千万美金给这个贺锦丽 表达对贺锦丽的支持 所以看起来的话 不是只有你伊隆马斯克能捐那么多钱 我钱别也多啊 我也可以捐啊 所以看起来的话 两边的富豪呢 真的在互相打对他 那甚至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深受大家注意的一个重要人物 那就是摩根大通的这个执行长 Damon 那为什么Damon非常重要呢 因为第一个 他目前为止是华尔街的一哥 他甚至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 因为什么 2008年那时候不是发生金融海啸吗 就是由这个时候的摩根大通 跟其他的银行去收购了 这个非常多的公司 挽救了当时美国摇摇欲碎的经济 甚至在2023年的时候 他跟叶伦携手去解决这个 矽谷银行倒闭的风暴 所以他在美国银行界可以说是 扎扎实实一哥的存在 就他现在传言 传言他要支持贺锦丽 不过我们比如说 这是私底下 他私底下已经跟贺锦丽 有表达说我贺锦丽 那甚至贺锦丽还跟他发出邀请 就说如果我当选的话 你要不要担任我的财政部长 这看起来你看 越来越多富豪 我觉得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他们可能也都会面临到 出来必须选边站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在想 川普投顾又要强势回归了吗 如果真的给他选上了 哪一档股票最获利呢 对没错 大家都说哪一档股票最获利呢 当然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说法 对不对 不过很多人就说那一定还是谁 还是这个黄仁勋 会最好的一个状况 好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说真的 目前为止有各式各样的报告 不过美银那个报告非常重要 我觉得是很重要 第一个他说 获利远比政治更加重要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美国的选举 只是短期带来的影响 那最重要重点还是你基本面的好坏 还有你本身获利的好坏 他就举个例子 他说2017年的时候 川普那时候不是当选吗 那他也支持所谓石油摊看 这个专探 结果没想到美国能源股 还是下跌了29% 然后标普还是上涨83% 所以跟那个没有关系 他支持他 但是问题是你获利不好 还是照样会跌 对不对 那尤其以今年来讲的话 像台积电啊 辉达还有博通 总是指十个月上涨84% 所以就说事实上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本身的业绩 你看这些上涨84% 你三星还腰斩 所以这其实跟短期间之内 当然譬如说三五天 可能跟美国这个总统大选会有关系 但你要一个月两个月以上的行情 其实跟总统大选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重点就是产业趋势 还有公司本身的获利面的 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一句话 谁当选都难党这一波的AI浪潮 而说到了美中的AI大战 会不会越打中国越没戏 才说去拆解这个华为的AI伺服器 里面居然有台积电的晶片还没完 今天居然传出了有新加坡商人在帮中国偷偷的去购买 NVIDIA的这个晶片进入中国市场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美国的AI发展非常快速 中国想跟 但是中国没有晶片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这个黄仁勋他在说 未来的市场 他讲什么 他最近现身在Gartner的高峰会 他就说我们目前已经在打造所谓AI大脑 所以看起来这个AI的发展这个与日俱进的一个状况 目前为止来 我们知道这个挥打最大的市场 当然是美国没有问题 对 那再来就是欧洲这些国家 再来就是中国 就没想到现在 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变成不一样了 就是说目前为止 中国这个新加坡已经取代中国成为挥打的第三大的市场 所以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状况 新加坡这么小 人也不多 对 他不像台湾 台湾有很多的数据中心正在这个地方 是要很多很多的制服器 所以台湾是第二大 他是中国第三大 现在变成是新加坡第三大 为什么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 因为新加坡目前为止 也的确在建很多的资料中心 包括东南亚的资料中心 可能都放在新加坡 所以他们的确也是需要非常多欺骗 第二个是什么 很多人就说是中国借到于你 也就是说你这个资料中心 明目上是新加坡公司 但其实是中国跟新加坡公司合作的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等于是中国公司绕道在这边来设资料中心 所以我就用你的资料中心 当成是我的数据 第二个可能是什么 就等于当成是 你把它放到新加坡来之后 我再把这些晶片运到中国去 所以等于是有这样的一个走私的管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这个不是我们在瞎掰的一件事 因为事实上媒体曾经报道过 在去年秋天的时候 有一名新加坡的这个 26岁的中国留学生 要回到中国去 然后他的行李箱就夹带 6块挥打的这个AI晶片 那这样6块 那就可以说你只要带回去 6块的话每一块是100块美金 带6块是600块美金 600块美金你乘以30的话 一带一次回去就回去就2万块台币 而且晶片多好带 这么小 对 晶片很好带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对他来讲 是不是很好 那这已经变成是 他们留学生之间 他们说有一天问巨像 巨像 你要不要回中国 你要不要来一点外款 他好 那什么外款 你去找一个叫做BrotherJohn这个人 那找这个人之后他就跟你说有什么外款 然后你去跟他接触 跟他接触他就跟你说 那你要带什么东西回去 比如说你要带A100 还要带H100 反正我们就约定好 一片晶片多少钱 或是你还能带别的东西来说 又有不一样的价码 可以带回中国去 好 那就这样 那于是当然很多留学生就OK 所以事实上中国就用很多方法 反正想方设法拿到非常多的AI晶片 所以或许新加坡会变成是 中国另外一个借道 或是突破的一个地方 好 你看到了 白宫新主人都还没出炉 中国经济先软脚 一句话说 严冠乎出狗菜是这样的 华尔街日报揭露 过去短短一年之内 中国民众已经通过非法管道 转出超过八兆的资产 这也就难怪 为什么中国政府砸再多的钱 都看不到效果 那跑不掉的人怎么办呢 最惨的是年轻人 九月的失业率 盖牌四天不肯掀 一掀开 吓死人啊 现在就对中国来讲 它的经济状况 到底有多么的需要被关注 你看中国社科院 社科院是国务院下面的支柱单位 它的报告应该 老实讲没有什么公信力的问题 它就代表公信力 结果你知道吗 社科院说 中国第三季的经济活力不够 消费信心降低 甚至有提到说 如果就狭义的货币供给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最传统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这一块 它是呈现负成长的情形 所以显示经济运作 已经呈现气血不足的状态 这个状态就代表什么 你知道吗 你若是有来财 你就不用怕外面人说你怎么 但问题是 几个消费性指标商品 确实现在看起来 出现一些这个警讯 我们来看谁呢 比如说茅台 茅台可厉害了吧 茅台不就是高官在彼此 馈赠最重中之重的礼物吗 你千万不要小看贵州茅台 贵州茅台你以为它只是个酒 没有我告诉你 它代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甚至它也是人家投资的好产品 可是你知道吗 以前人家叫它叫做硬通货 现在呢 有没有可能变成过时货 我举个例子 像他们这个贵州的飞天茅台 有一款 2023年的时候售价 一平一平 我现在讲一秒 以人民币来算的话 将近可以卖到3000块人民币 换算台币 也差不多是14000 15000左右这个价钱 没有想到在今年中秋的时候 零售价 跌到变2600块人民币 曾几何时 白色黄金 结果短短一年打了八折 而且我刚刚特别强调的是 现在是中秋 中秋正是大家 如果有喜兵宴客或干嘛的 你要送礼或什么 这个都应该是畅销货 可是你说中秋还很久 中秋过了 但是我们现在回来看 你知道在中国 其实在最近他们有购物平台 现在理论上面来讲 双11购物节 应该很重要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现在也被传说买器 非常非常冷 连路透社都发现到消费者 现在对于经济 已经感到沮丧了 曾几何时 这个双11每一次 有没有在那边敲 当当当当当 我们已经达标了 一群人站在那个地方 今年冷冷清清 而且现在其实已经不是 在过去的时候 大家对双11的购物节 再拼的已经不是营业了 再拼的是我设定的营业额 在多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达标 但问题是 现在大家突然发现到 好像说他们双11购物节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促销活动 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 大家就会问了 为什么就是一两年 这种内需这种消费 急速的销轰 是不是因为口袋越来越扁呢 你就看他们有一个供货商 他是负责做家具 他就讲说 他们本来以前都希望说 透过这个购物节的部分 那我也可以把畅销商品卖一卖 最重要是我库存的东西 我也可以把它清一清 结果现在他就觉得就是说 以整体的经济状况来说 不会带来所谓的整体销售的一个成长 那我会讲实话 销售来自于哪里 人家要有钱 他就愿意买嘛 那问题是 你知道他们薪资结构 现在看起来也面临一些转变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 有个推特这个博主 叫做德论 这个德论传媒 他们就说 他们要报一个新闻 他说那其实有一个 这个中国退伍军人 他就自己来爆料 他说他有一个战友 你知道吗 他离开这个所谓的解放军困了之后 他选择干嘛 做专职的消防员 结果没有想到最近 收到一个通知跟你讲说什么 不好意思 你的工资要作为调整 他说调整的幅度是多少 你知道 两千块人民币 这个通知一下来之后 他说他的战友 你说要砍他两千块人民币 就是一万台币 这个砍下来之后 他说他的战友就跟他抱怨 他就说 你这个薪资跟我来讲 老实讲砍的幅度非常非常大 他甚至举一个例子 他说我很有可能连奶粉钱 我都买不起了 砍你一半算客气的 要不要做随你 更惨的例子 一个挨着一个都在后面 都没工作 我们光来看 事实上成都广会 这个所谓的日产 有一个申科隆的4S店 他现在你看他这个画面上面 居然有人开始挂这个牌子 或干嘛的 为什么 因为有员工突然遭到解雇 那我们就讲4S店 它是另外一个商品的指标 它是卖车子 如果你测试好的时候 我找员工都来不及 我还跟 你看他那个画面上面 电开这么大家 结果没有想到 既然有员工 现在讲说 我被你这个突然解雇 薪水什么都没有着落之后 他们要挂标语来 维护自己的权利 而且不只是这个 你看像生产制造 很多人都想要东莞 东莞现在也传出来讲说 有一间这个旺新的 这个精密工业的公司 他要求员工说 不好意思 我希望你干嘛 停工放假4个月 那他说停工放假 这个就是无薪假还有薪假 他有点薪水啦 因为他说我按照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 发给你薪水 结果你知道这个事情闹到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的工人也出来维权 你知道为什么 他说你今天叫我放4个月 给我一个最低的薪资 你不是等于逼我要离职 另外再去找工作吗 你想想看那个消防员 被人家砍2000块人民币 他就讲说 我这个小孩奶粉钱都付着 苦都不能苦孩子的状态之下 这些人就上街 你知道那时候还动用好多公安 上去维护秩序 200块人民币逼死一条英雄好汉 你知道吗 甚至在广西都还有什么你知道 有一个经营捕鱼事业的老板 他那个时候呢 他就说跟员工在薪资上面 可能大家计算的标的不一样 结果你看在大街上面上演全无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悲剧 因为这个员工他觉得说 你今天苛刻我多少钱你知道 150块人民币耶 600块而已 他居然跑去跟老板拼命你知道吗 结果我刚讲是个悲剧 是因为这个老板在这个冲突当中 他不幸生亡 你想想看 一个人命值台币600块钱而已吗 这就代表什么你知道 他的经济压力已经变得是 你只有一个小小的波动 可能对这些被影响的人来讲 那都是整个他的身家性命啊 所以在值得要么被砍薪 要么把你lay off 整个把你辞退掉 你也就没工作 那如果我是初出校园的年轻人 那我不是更惨吗 年轻人被视之为叫做国家未来希望的重大指标嘛 那你知道吗 在10月18号的时候 中国曾经公告他全国失业率是5.1%啊 结果没有想到10月22号的时候 他这样很多人就问他说 那你青年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们公布16到24岁这个族群 而且重点是不包含在校生 你知道失业率居然是17.6% 创下已经是一个第二高的这样一个纪录哦 这个什么意思 这就是高中大学硕士应届毕业生的年纪 是啊那老实讲啊 这些毕业生按照我们这种说法叫做新鲜的肝啊 那又要进入到职场 应该很多职场欢迎他们 而且在于他们薪资起薪不会太高你知道吗 这就没有想到居然面临到这样严重的失业潮 那这样一个失业的情形啊 我跟你讲也反映在中国的戏剧里面 你知道他们之前啊 有一个电视剧叫凡人哥啊 在中秋节的时候是玩截片了 那你知道吗 这个凡人哥他引述的 他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有四个年轻人 离开学校之后进入到职场 然后呢失业的状况啊 居然在中国大陆里面啊 引起广大的回响 而且他也不是说我随便编出一本剧啊 因为他原先的这个剧本的发想 来自于有本出版小说叫做什么你知道 我不是废财啊 居然用这个方式啊 去真实反映他的中国大陆啊 这个所谓的年轻人的这个心事 引起很多的这个回响啊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习近平啊 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 他还发表了一个促进就业的这个场话 他说什么 他说坚持要把高校毕业生啊 这些青年群体 就业来作为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啊 那老实讲啊 高校毕业生啊 他可能不是说 特别这个学历特别高端或什么 可是他可能在整体的族群上面 也是占很大的一块啊 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这应该是政府应该最重视的一群啊 因为这个族群非常大嘛 那结果你知道他们政府就做了什么 他说那没关系啊 有政府部门就说 那我们就开发这个所谓的新的职位好了 比如说有什么科研助理啊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存在 就挤毛巾一样 可以多挤出几滴水 挤个职位 我就问五月下达这个指令 结果十月一公布的失业率 怎么还这么高啊 那你一定会有人讲说 不是啦 那个大学毕业生啊 他有些可能也不是名校啊 不是什么的 当然他找工作要靠自己 但我们就来看所谓的名校 你看哦 北京跟清华 这11所的这个名校 现在统计说 2023年啊 应届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的升学率 大概有七成左右啊 可是呢 你看在其他的这个学校里面 有30所的这个所谓的985的大学 985也是名校 也算是名校对不对 对 他里面25所的毕业生升学率 差不多是50% 只有50% 15所的毕业生的这个升学率 大概是在60% 但你有没有发现到 我现在讲的是两件事情啊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叫做什么 就业率 对 我在这个地方跟你提的叫做升学率 升学率的意思是什么 我继续留在学校读书 那代表是什么 我外面可能没有工作机会啊 所以我只能留在这边 你想想看哦 连北京清华的升学率哦 都有七成耶 所以照理讲 如果这个地方 学业率不要这么高 他们应该老老早 名校大家抢着药 是 可是外面没那么多缺 只好继续留在学校 大学生硕士 硕士念博士 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说他可能是真心 想要这个继续往学业的部分进进吧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这一些七成的 这些毕业生 或五成或六成的毕业生 他留在学校 他接下来明年度 会有新的大学毕业生 那一个一个在累加 堆叠上去的时候 这个失业率 会不会在明年的时候 不含再校生的失业率 会不会再创新高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哦 好 人群我问你哦 这些都是名校 都是人中之龙凤 连他们都不敢出社会去输赢 继续留在学校蹲着 那总是还有一班 还有可能更下面的排名的学校 这些学生出去工作不是更难找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大陆 他很有可能 他整体的经济发展 尤其在就业的部分 会面临到生多周少的一个情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江苏高中 当时要约聘一个工友 结果大家看到这个录取通知的时候 居然发现到说 哇 有一个24岁的年轻人 录取到工友 但是他的学历的部分呢 居然被填上叫做物理硕士 他的专长是物理硕士 结果一大堆人讲说 天啊 这个连印针工友都要硕士 那我大学毕业生是怎么找工作这样 后来校方赶快出来讲说 不不不 我告诉你 这事情有个误会 他说呢 这个人呢 他在念硕士没错 但他还没有拿到学位啦 所以他不是硕士毕业生 严格还是学士而已 那不是重点你知道吗 重点是那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去抢这个职务 而且他是硕士本科专业的 这样的人才 你不是应该见到 更属于你的研究机构 研究单位 或者你跑去当老师都可以啊 跑来应征工友的职权 你应该让给别人啊 那我可以很简单的 回答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尽快上岗 你如果现在上岗 你后面就比较不用担心 你知道 你现在不上岗 别人上岗了之后 你连这个职务都没有 你要去哪里找啊 先考位先赢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现在如果我连找工作也难 或者我找到工作之后 我的薪资也有可能会 会被降低的这个状态之下 你知道吗 按照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个报道 他们是针对7725名 包含16到40岁 我们定位叫年轻人 其实老实讲40岁 30到40这一个阶段 有些人其实离开学校 应该有一段的工作经历 可是他把它扩大 他是16到40岁来进行调查的时候 发现什么你知道 在这个族局里面有八成的人 没有想要买房子 没有想要结婚啊 那甚至有四成人呢 说什么你知道 说他们的收入降低啊 你这代表警讯是什么 你知道因为我不买房 不买房就不会促进内需 那你不买房的状态之下 你就制造了很多这个房子 卖不出去 所以我们之前提过说 他的那个房子 房子房市下跌 是因为我供需不平衡嘛 再来我不结婚 不结婚你就没有那一些 什么黄金啊 什么什么那些的这个消费 再来不结婚不生小孩 不生小孩也没有那些 所谓内需的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 这个真实反映出来 是中国的经济现况 难怪社科月也要出来讲说 哇我们这个经济的部分 真的必须要好好去思考 为什么 因为经济的活力不足 消费信息严重降低啊 俄乌战场 美国最新的一个声明 他们证实出现新联孔了 北韩向俄罗斯派兵是真的 初期1500人 预计年底会达到万人的规模 这万人大军甚至包含了 北韩最精锐的暴风军团 都出动了 今天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 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支禁旅 白宫警告 当心你们个个都会沦为炮灰 今天我们更严肃的要来问 俄乌会不会变成南北韩冲突战场的延伸 而地表的三大火药库 如果同时齐炸 那不是更棘手了吗 真的不是我为言耸心 人类70几年来 最接近世界大战的时机点 居然来到了 就是现在 而且是两个时机点 点燃一个就世界大战 好 我先问你 今天全世界最惊爆的一条新闻是 证实俄乌战争 北韩部队参战 北韩已经派进去了 派 北韩战争已经到俄罗斯 参战俄乌战争 我考你一下 南北韩最近有没有要爆发的迹象 有啊 南北韩一爆发 我问你 俄罗斯会不会去帮北韩 会 会不会变成美俄之间的大对决 哇 那就会发生的事耶 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好 所以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 北韩参战 俄乌战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他到什么地步 第一个 美国国防部长出来讲话 对 他说我要亲自证实 北韩派遣 注意听这四个字 精锐部队到俄罗斯 北韩的精锐部队 精锐部队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讲 是 美国白宫发言科比出来说 目前进去的超过三千人 哇 已经三千人了 对 然后乌克兰这个情报总局局长出来说 为什么普丁把库尔斯克收复的日期 定在2月1号 为什么 因为他要等北韩的部队 完整地进来 把打进去 他说北韩要多少部队进库尔斯克 一万两千人 哇 我头皮发麻 原来2月1号压这个日期 是等北韩所有的精锐部队到位 到位 库尔斯克去打 因为俄罗斯还不敢让北韩部队 攻进乌克兰 他假如让他进入乌克兰 那就不得了了 外国军队就可以进入俄罗斯了 但是我只在俄罗斯 把乌克兰军队推 打出去 库尔斯克 去俄罗斯的北韩部队 居然是暴风军团 好 讲到了深水区 老师先好好跟我们讲一下 北韩的暴风军团是怎样的一支禁旅呢 我要跟大家讲 北韩的部队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部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训太苦了 我告诉你 甚至我讲我们中华民国军人 都不敢这么苦的受训 北韩没有关系 老师说他无人道没关系 所以他的暴风军团 受训中死亡受伤 那简直是击中平常 因为他那种 什么胸口吹大石 头顶吹大石 那种都是小case 你看到吗 这北韩的暴风军团 在风雪中是打赤膊的 不怕寒冷的 而且接下来乌克兰战场冬天 我跟你讲 你看 他们是直接用木棒敲打你的 然后直接用刀砍你的 受训这么严酷 对不起 你受训过的时候 我死亡了 那你家的事情 只要能够通过受训 北韩暴风军团 全部都身经百战 把这种部队派到俄罗斯去 所以几十年来 地球上我没有谁看过 北韩打过一场战 结果这一场大规模的战事 会发生在俄乌 对 而且北韩暴风军团 派到俄罗斯 乌克兰自己情报总员讲 他们将面临严酷的考验 暴风来了 好 这个暴风会不会变成全世界暴风 好 我们再来看个影片 现在有人提供影片就是 在俄罗斯127摩托车步兵旅 一步兵师 看到北韩的军人 对 这是俄罗斯的步兵师 北韩军人 他们还用韩语讲 好累啊 好晚了啦 就是证明 已经到了 在战场了 库尔斯科 这是库尔斯科 是 对 好 那现在乌克兰说 你要帮我 南韩你要帮我 他要向南韩要一堆武器 是 南韩说武器我不能给你 我可以帮你训练F16飞行员 所以现在 南北韩的战场 改到了乌克兰去 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不要看不起北韩 北韩科技很厉害的 北韩 它的无人机 居然试射地狱火飞弹 对 无人地狱火是美式的装备 而且你看 这北韩的无人机 长得怎么这么像死神啊 我告诉你 有一张照片 金正恩站在无人机前面 是 接受访问 那张照片你就看到 金正恩故意把后面的无人机 秀揣给你看的 那个无人机 两种型号 一个叫做彩星4 是 一个叫彩星9 对 我告诉你 彩星4跟MQ4 全球鹰一模一样 是 彩星9跟MQ9死神 一模一样 跟哪来的技术 这样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 而且它居然有 仿地狱火飞弹 而且发射成功 我告诉你 它如果把这些武器 交给俄罗斯 那天大地大的事情 现在 大家都认为 战场上无人机是主流了 没错 美国在今年 居然把一个项目停止 什么项目 未来武装直升机 这个发展项目 是 因为什么 它说武装直升机不重要了 直接我用无人机 所以 那个美国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就不服气了 是 最近他们用了两架阿帕器 发射地狱火飞弹 在空中直接把无人机给干掉 是 它要证明说 我的武装直升机 可以打无人机的 我可以打坦克的 是 你对付地面部队还是没我的 而且 现在美国15个 这个武装直升机营队 全部跟无人机 进行协同作战 对 无人机在前面 看到坦克 看到部队 我的阿帕器用地狱火在后面 啪啪啪啪就把你攻击 代表我们 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刚才马老师提到两个时间点 一个就是俄乌战场 会不会引爆世界大战 第二个 毫无疑问就是中东 记不记得中东 以色列防长叫你来美国 你不来 好吧 布林肯直接飞过去 结果以色列不甩他 你控制不了我 不是 我要你们看这个影片 是 这个影片 以色列刚刚公布的影片 是 这个人是谁 这谁 以色列国防部长 对 叫他到华盛顿去 他不去 对 他跑那里去 他跑去以色列的空军基地 是 然后拍了一个影片 嗯 然后在今天播放出来 他说什么 这个影片 他说 等到我们攻击伊朗之后 全世界都会知道 我们以色列的厉害 他一定会打 什么时候 不是 这个影片他讲这段话 通如有两个意义 对 第一个 当我们攻击伊朗之后 意思是 我们一定会攻击伊朗 是 第二个 问你 他在今天放这个影片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他要攻击 他会放这个影片说 我们要攻击伊朗 结果你放了以后 一直不攻击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说世界大战 伊朗10月1号 打了以色列之后 大家都知道 他要回党伊朗 今天10月24号了 24天了 你怎么还没回答 当时就有人说 以色列打算 不要影响美国大选 11月6号 美国大选投票之后 他才会去打伊朗 那上两个礼拜不到 但是我告诉你 会更早 美国人很怕 他在美国大选之间打 因为他打了之后 会严重影响美国大选 我问你 10月6号投票 他10月5号打 10月4号打 会不会影响美国大选 当然 脚了天翻地覆 会脚了天翻地覆 好 但是国防部长 在现在突然放这个影片出来 是 我认为 就是他要打了 这时候 新恩恩居然又弄了一个 独家新闻出来 新恩说 他从美国情报局 获得绝密的资料 以色列要打伊朗 居然是用 以色列从来没公开 世界没人知道的 立宗无人机去打伊朗 哇塞 今天这一体水这么深 对 好 注意 以色列有一个立宗无人机 叫做RQ-01 是 全世界没有人知道 对 它的存在 结果 在 以色列空军基地 美国雷达居然看到 神秘的东西在那边 试飞 怀疑立宗无人机 而且它试飞那个基地 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被伊朗飞弹 攻击那个F-16空军基地 我要以人之牙 还人之牙 所以我告诉你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无人 据美国消息透露 这个没人见过 没有公开的立宗无人机 连美国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样的杀气 它带了一个神秘的石头飞弹 这石头飞弹 三模式 关系导引 光电导引 GPT导引 有一个导引 GPT被干扰 没关系 还有两双眼睛 两双导引 所以它 隐形文件根本看不到 我棒棒棒 有没有最精确的石头炸弹 把伊朗炸得天翻地覆 你说这几天 它就会开干了吗 各位 你不要以为我讲石头 以色列石头炸弹多厉害 最近以色列 他也是这个一模一样 他在攻击前40分钟 说这个大楼 各位 我要炸这个大楼了 以色列炸大楼 经常炸 但他40分钟先通知 说你周围的人赶快撤退 美联社记者 就跑到大楼对面树下 在等 他真等到了 而且我告诉你 准到不行 那个把你吓死了 就是以色列的飞弹 说我要炸这个大楼 各位看 导播看这个 各位看 多可怕 被美联社记者拍到 哇 他在连拍 这个好清楚 看到没有 我要炸这个大楼 美联社记者就在那边等 注意哦 他是先预告的 预告 40分前预告 说你们附近的人都撤退 都离开 这栋大楼 我要把它炸平 美联社记者就躲到这里 拍 你看这一张 你看准到不行 好可怕 所以他这个是 SB2000的导引炸弹 这个炸弹 精密的误差 不会超过三公尺 不会超过三公尺 三公尺 我从多远的地方打过来 我刚刚讲他去炸 西医生讲他去炸伊朗的石头 也是精密误差 不再三公尺 所以你看看 这个证明以色列攻击 是非常厉害的 伊朗现在 插在大楼 好 现在今天又有个意外的插曲了 在北约里面最神秘地位最敏感 土耳其 今年居然受到恐攻 土耳其恐攻 谁敢在老虎嘴边拔马啊 不是 因为土耳其居然传言说 这恐攻是以色列干的 以色列 为什么 第一个 就在那恐攻之前 以色列 那个土耳其的外长 跟伊朗的外长 开联合记者会 声明 我土耳其支持伊朗 而且还居然说 我土耳其支持哈马斯 那这样子以色列虽远必诛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土耳其总统被攻击的时候 现在人在哪里 跟普丁在一起 在俄罗斯 这一连串加在一起 都跟以色列有关系 结果跟俄罗斯也有关系 结果发生恐攻 就很多人政治联想 你看这个恐攻多可怕 恐怖分子 特战部队已经这样冲进去了 我告诉你 这很可怕 恐怖分子居然坐计程车 坐小王 到一家工业总部的门口 一下计程车就扫射 就扫射 看没有 一下计程车就开始扫射 拿了冲锋枪 看到没有 他扫射之后 居然的 公司居然有武装 武装人员 双方开始打火 其中有一个 把身上的炸药就爆了 他把这也炸死 把这也炸死 现场 炸就掩护这两个人 冲进公司里面 注意这是个女生 女生很凶 你看这是公司的电动门 所以他们两个就冲进去 冲进去 居然用背后的炸药 把整栋大楼 砰起来给爆炸 现在已经知道 三人死亡 十五人受伤了 现在 到底这是谁干的 目前还没出来 我不认为以色列区 干这件事情 越以色列县敌人太多了 但是在托射清 因为没查出来以后 所有谣言 都指上以色列 都是你 我只有真的给你讲 世界要大乱了啦 抢强国旅 只剩下演唱会经济学了吗 周董12月在台北大巨蛋开唱 昨天转圈 就已经转完 你抢到票了吗 15万张门票 5分钟清零 结果太嚣张了 这黄牛票 居然立刻一转手 网络上一张喊到30万 政府居然束手无策 王阿布花了2300万 打造了 这个所谓的 打黄牛的办公室 结果一年过去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今天我们独家要告诉你 看似无害的黄牛 居然是扼杀国旅的致命杀手 居然哥终于抓到了 抓到什么了 黄牛抓到了 昨天大家等周杰伦买票的时候 中午12点在那边 赚的蓝圈圈 大家想说 黄牛马上同步在社团开卖 结果今天中午 终于抓到黄牛了 打包我们来看这个标题 抓到了周杰伦炒30万 刚刚我讲的那个 今天抓到了 全台湾最大的黄牛集团了 结果他拿到多少票 这个是个夫妻党 他光是卖就卖了198张票 半天就赚了200多万元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警方抓到之后 连抓到的时候 各位观众看这张图 还有民众在问他说 你还有6,880块 那一区的座位票吗 所以这个是最贵的那一区 对不对 6,888是最贵的那一区 他总total 其实警方流露出来的画面 他最贵的是卖到多少 卖到2万多块钱 卖了快三倍之多 2万3,520块 所以等于6,880 三倍还要更贵 都有人要买 我就说两个是 活该啦 被抓到刚好而已啦 因为你骗了这么多台湾人的钱嘛 那问题是 现在抓到之后 其实还没完 因为这几天 包括黄牛 其实是满天在飞啊 不止周杰伦 我们看到 这几天就有个代表 叫做抢 除了抢麦当劳 这个猎人的盲考包之外 还有泡泡马特公仔 另外周杰伦的演唱会 我们先看那个麦当劳这件事情 猎人的这个盲卡包 其实一包大概还89块而已 可是孙杨哥 你知道炒了一包多少钱吗 现在一包卖到了500多块 甚至还卖到上千元的都有耶 昨天很多人 去要去麦当劳牌队买的东西的时候 发现 怎么一堆带牌的人都在牌队的东西 后来发现不对啊 结果在网路上 发现价格变得这么高 那同样 昨天也是三井Outlet 这个另外一个开幕的地方 那开幕之后 他还卖这个泡泡马特限量的公仔 原本一盒2700块钱 他是特别版 结果呢 网路上马上转手卖 卖多少钱 卖到6000元 甚至破万元都有 你就知道多夸张啦 那当然昨天最大条 就是周杰伦的演唱会 12点开卖 各位观众 应该很多人都在荧幕前 看着看着泪就流下来 因为不断的转蓝圈圈 结果呢 5分钟不到 通通市场15万票 直接秒杀 那继续答案很奇怪 89万票 瞬间秒杀的情况 那到底票是不是都到 黄牛身上去了 黄牛真的是漫天喊价 原本最平 周杰伦的演唱会 最平票 你知道多少钱吗 1880元 结果呢 在网路上喊到快2万块钱 喊了10倍啊 那当然现在有新闻报道 说有其他的黄牛 原本6880元 就他最贵那一区的票 喊到30万元 45倍 43倍啊 哇 这个30万元 你要看场演唱会 真的是要花很大的钱 那问题是 现在还有黄牛直接对 我们的政府呛吓 来啊来啊 来抓我嘛 反正你抓我又怎么样 你也抓不到啊 还有网友直接在社团里面 公开的对政府呛吓 这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政府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太解气了 你敢呛吓 我就抓给你看 你不要躲在键盘后面 问题是 他居然可以设计这样的城市 轻轻松松 我们抢的要死 抢不到 通通被他搜刮了 我们知道过去黄牛 可能是包网咖的方式 那现在黄牛已经有新的手法 他找了工程师来写城市 短短几秒钟 几百张票直接扫光 所以你手术怎么点的人家 你在那边撒打开 人家用城市 早就把票扫下来 你根本追不上人家黄牛速度 所以难怪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文化部为了打击黄牛 还就被砸了几千万成立的办公室 结果打出了个什么 打出个疾磨 打出了民众的怒火 黄牛到底有没有遏止下去 这个是文化部长李远 因为最近他很关心周杰伦的议题 所以很多立委在 立法院在问李远说 到底周杰伦的黄牛事情怎么解决 他除了一些玩笑话说 他讨厌周杰伦之外 他也提到一些问题 说现在黄牛的手段不断演化 那法规必须要跟上 他也承认说这个比较难 因为法规在做调整之后 黄牛动作比你还快 而且重点是要有人检举 你才会去调查 那你就慢半拍了 人家票都买完了 你还说有人检举才会调查 那其他民众怎么买票 根本就买不掉 而且文化部他其实有些资料显示说 其实截至到今年的9月30号 只有处理75件 光是周杰伦的演唱会 其他的演唱会还没算 你只有处理到75件 这么少的情况下 你文化部到底有没有在做事 你要知道 一场演唱会卖出了 大巨蛋好了 4万张票了 结果海量的这个 所谓的黄牛的这样的 做这样的生意 他只查了75件 所以讲束手不测 也是刚好而已 今天为什么讲黄牛 大家这么愤怒 这么气 有一个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 一个层面 你知道吗 当所有人都期待了 演唱会经济学 能够为国旅 带来一丝机会跟活水 你想都没有想到 这个黄牛 居然也是扼杀 国旅的可怕杀手 所以我们知道周杰伦是首位 在台北大巨蛋 售票开上的歌手 那其实台北市 其实也希望说 周杰伦来这边开上 能带动整个台北的经济 或观光产业 那现在除了周杰伦之外 其实张惠妹 他其实跨年厂也要开上 那现在很多的这些业者 也履书业者也磨刀 推出像这个 跟张惠妹的一起的合作 你来看张惠妹演唱会 你要订我饭店 我会给你一些优惠 或怎么样 推出套票的方式 所以你看 现在整个履书业者 都希望看准这个演唱会的商机 希望能够复制高雄模式 在台北也复制出来 那问题是 现在就变成说 一般的民众 他的预算是有限的 如果我今天把钱 花在黄牛上面 我现在还有能力 去消费其他东西吗 就没有了嘛 就有台北的这个女生 她一个月才赚32K而已 她希望到高雄 看Brain Pink的演唱会 她因为都想好了 我到高雄去 我除了看演唱会之外 我要怎么样 我还要住宿啊 逛逛高雄的夜市啊 逛逛高雄的博二啊 看有没有其他的有趣的东西 结果呢 她买不到票 去买黄牛票 原本才一两千块的票 她后来花了将近八千块 才买票 八千块 可是她预算只有一万块 怎么办 变成说变相 就只能压榨她其他的费用 她原本说要住宿 后来的住宿也不住了 原本搭高铁 高铁钱也不用出了 变成什么 她等于看完演唱会 要直接搭客运回台北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让人家气 就气在这个地方 本来这个一万块 要花在高雄 要花在她的住宿 要花在去夜市吃美食 这些通通经济的效益 会留在高雄 结果没有 光是八千块 就通通让 这个黄牛给吸干了 这个错 这个错就是黄牛的错 黄牛把我们的经济也搞砸 把我们的观光产业也搞砸了 因为民众的预算 就折这么多而已 那你现在要更多的钱 去摆票的情况之下 就没有钱 去更多的消费 可是你要想 台湾的现在的 旅宿员跟整个国律 是希望说 能够活水注入进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 暑假期间 其实国律比较差 那好不容易 11月到10月 台北的旅宿员的估计 大概有八成五的定房率 看起来还OK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演唱会经济学 点火的效果 所以现在看起来 大家希望 你把钱也留在 其他的一些产业当中 其他的行业 观光业当中 可是问题是 你看今年的旅宿业 其实还是蛮惨 平均美房的收入 只有700多块 那上半年还下跌 17% 所以 我已经忍忍忍 好不容易忍到年底 周杰伦要开唱 再来阿妹要唱跨年 话题不断的情况之下 你黄牛跑出来搅局 钱都没有留在 真正国律市场 是啊 所以这黄牛的东西 这个问题 真的政府要好好地检讨一下 那另外呢 其实台湾人也对于说 目前国律 其实很多住宿 还是太贵了 你看有八成的民众 认为现在房价 都还是太贵 甚至连淡季 淡季 或者忘记他们的架杀 其实大家觉得 你也落差太大 所以就降低 民众的国旅需求 因为像就有民众想说 我今年24岁 我是坟岭族 因为薪水也不是很多 我想说我存点钱 我想说国定假日的时候 我到宜蘭去走走 到花园去走走 后来发现了 其实国定假日 一个晚上房价要多少钱 6000块钱 哇这个其实很贵 就算便宜一点的住宿 大概也要3到4000块 那更别说 你还要交通费 你去的时候 要不要吃点东西 要不要吃当地的美食 要不要玩些当地的游乐器材 当然都是要嘛 那加一加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 你去两天一夜这样旅游 大概花了1万块左右 其实都是要 那大家想说 你当我们是潘纳吗 当我们是盘子吗 我玩国旅要玩得这么贵 我刚才出国玩就好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 今年1到8月 也有统计出来 台湾人将近有 1138万人 人士出国 那大概来台湾的 其实比较少 大概只有一半 497万 一半不到 所以不成正比 大家其实有钱 大家也想要消费 但是大家跑出国去玩 那就变成说 你看2023年 去年 全台湾的旅客出境人数 达到1750万人 平均每人出国的花费 大概6万块钱 那台湾人 所有人 台湾人 花在国旅游 其他国的旅游 不是国旅 其他国旅游 花了一兆 这一兆什么概念 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三兆 将近三分之一的 这个经费都花在 东方才流出去 流出去 你没有流下来 现在台湾人消费能力是有 那就看政府 能不能把这股消费力 把国旅整个做好 把消费力留在台湾 前台湾绿能 董事长 陈启玉 涉及了 无鬼搬运 涉及公司的损失 遭到难减生压 但法官以证据不足 给他驳回 立委痛批 都是因为你太慢办了 早一年半前 就给你举发了 现在才办 该灭的证 早灭了 陈启玉 恐怕也不要高兴太早 为什么 郑文餐也是三度生压 才被压进去的 今天委焊 带我们来看到 台湾绿能 是怎么样的一家公司 现在被怀疑 根本一开始 就是为了给绿友友们 来酬拥 大发绿电 才成立的公司 好 君大哥 报警观众朋友 我们昨天在跟大家讲 台湾跟台湾绿能 昨天就跟大家 切得非常清楚了 那是两斤 不一样的公司 而台湾 它是有价尊专公司 台湾绿能不是 所以你要知道 昨天我就跟大家说 你要看看 后来减掉生压的结果是什么 没想到 确实也让大家觉得很意外 但是这个可能是存在的 就是这五个被生压 包含陈启玉 还有他的总经理相关人等 通通生压 驳回 三年前发生的事 一年半前遭到了揭发 现在才办 会不会该灭的证都灭了 应该说三年前 就已经发生的事 为什么 因为三年前 他就离开台湾董事长 但是这件事情 是在他当董事长 所以更往前推 大概就是四年前到三年前 这段期间 所以大家讲说 你现在办得出来 是不是太慢了 那事实上是不是太慢 确实是很久了 那大家就去问法务部长 这个郑明签 他说 他也只能这样讲 他说 侦办的速度都看我们 搜证的情况来事 结果而定 他不介入个案的评论 可是大家会觉得说 你又不是说 今天才知道 三年前四年前的事情 去年就已经举发 你跟这两个人 再开始去搜网 所以很多市政是不是都已经 没有办法再给他找到 跟他举证 所以对这个整个案子的侦办 大家觉得说 后续能不能办得好 其实社会是在观望的 这一题为什么非常的指标 这间公司非常观察的重要指标 因为 他们的质疑是一开始成立 就是为了让绿油友们 可以闷声发大财的一间公司 好了 越来越多当时跟他合作过的 跟陈启玉交手过的人 都跳出来 描绘当时过招的过程 实际上有很难看 你要知道当时三年前 陈启玉离开台延董事长的时候 并不是这个案子 他是被孙商院长给换掉 是因为他有牵涉农舍案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案情 都是完全不了解的 可是在这个业界里面的人 包含有跟台延绿能合作的公司 可以说是敢怒不敢言也好 敢怒不敢言 因为当初合作过的人当初 发现很多问题 昨天跟大家讲到一个台泥 台泥也有绿能公司 你说那个十倍赔偿的 台泥的加签绿能就说 在嘉义的这个益竹案 根本不是我们去找他合作 就台泥的加签绿能 跟台延的这个绿能公司 为什么会合作 是因为陈启玉主动来拜访 而且呢 用字非常的臭残 你会痛的啦 为什么 因为台延很多土地 台泥跟台延合作的时候 跟他们租 所以我基本上也不好得罪他 是既然他都那么强调 跟我们合作 我们就跟他合作了 可是合作下去才发现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很多的工程 根本有的都乱搞 或者是根本不是内行的 所以才会在整个光电的 整个开发过程当中 并没有做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个问题 就是这个台延绿能的光电开发案 做得并不顺利 然后这个工程福报 然后呢 这个合约乱签 所以呢 台泥加签绿能 现在跟大家讲说 原来他们不是认为 台延绿能是个好的合作伙伴 是因为陈启玉当时硬要来的 好 他的这个台绿公司 是安红的欧乐部署 怎么会在五年前 风风光光号称是全台湾 第一个大型的 鱼电共生的发电暗厂 到现在怪手还在那里 哇要变烂尾了吗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说 这不是三年前的事 因为四年前 好不好 四年前台原绿能 跑去找台泥加签 说我们在嘉义的益族 要来开发的时候 这个暗制合作下去 好 老婆给大家看这个画面 有没有 嘉义的益族的 这是鱼电共生 因为那里有鱼温 对 有鱼温的时候 会比较起肥 对 起肥 鱼上面有盖那个光电板 这叫鱼电共生 鱼也继续养 还能够卖 上面还发电 一减去股膀 一减去股膀 但是四年前就动工了 这个益族的发电厂在嘉义 没想到搞到了三年前 已经隔了整整一年了 发现居然跟渔民发生了很多纠纷 为什么 因为你土地的取得 还有相关的许可跟县府 都没有弄好 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不断被开发 那搞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根本还没完工 有的地方已经做出那个雏形了 但现在已经过四年了 所以我才想 不是三年前的事 是四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台原绿能 它所做的光电开发案 处处看到很多东西不专业 但以往我们并不知道 也不知情 所以没有讨论 现在一整个调查队发现说 原来台原绿能 在做光电案的过程当中 如此的粗糙 你这个益族 益族在嘉义 嘉义不是这个顶 你来看看 它有20座的光电厂 在这个地方 那查下去不得了 为什么每一座都是这样 黑落不着 在嘉义有20座的这个光电厂 它的面积非常大 77公顷 这是什么概念 所以它是一个大规模的开发 但是很多地方根本没动工 观众朋友就这样讲了 你四年前就已经开始合作了 已经拖四年了 表示一定卡关了 所以台原绿能 在这个台原的这个前总装 撑去离开以后 发现很多当时他所承包 或者说他所批准的这些案子 都没有过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检掉失误网务中了 现在就下去查 只是没有收押 可是后续我现在讲的每一个案子 到底中间 因为厂商现在开始都出来抱怨了 那时候开始签网的时候 他们会来的 他们会逃的 地方很多渔民说 我们如果没有签网了 渔民 农夫 大家都有很多意见的时候 到底台原绿能在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刚刚俊安哥讲的 你整个过程你不专业 然后呢 找了很多你认识的人的包商 一个接一个的把它发包出去 最重要是工程还没做好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检掉要查的地方 所以现在进一步查下去 才发现当时陈启玉 他高举国营事业子公司 台绿公司的名号 真的畅行无阻 不只有在嘉义 往南走 来到了整个光电最大的基地 台南 北门这个地方 听说也胡乱搞 其实我刚讲完嘉义以后 你完全无缝接轨的 把嘉义跟这个台南 其实就是联系 你自己这样做 台南也同样 台南北门那边有落地高 之前谢荣记讲了好多 没有去台南真的不知道 他的问题还不只是做好的 有一些做好的是因为太密集 所以当地的民众很痛苦 俊安哥你知道什么痛苦吗 对 你来行 很多人讲说 怎么用跟他密集 所以我们眼睛都睁不开了 而且觉得地方生活品质受影响 但是这个还是有盖出来的 俊安哥 这个台原绿能在台南的北门地方 也做了刚刚跟义竹嘉义 一样的余电共生 下面是余温 对不对 结果出现了多少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签约过程当中的时候 用框片的 跟地主讲说 我们当属定委来签票 第五讲说 当属定委来的吧 就跟我们陈其余的来签票 但是问题是呢 跟他签约说董事长会来 等了半年董事长没有来以后 那个工程已经又发包到 校友厂商去了 就是这样呢 对 所以你这样子 在取信于地方地主的时候 等于就是一种欺骗 因为我的认知 我弟跟你合作 我想象的是台绿来我们这里施作 你怎么可以转包出去了 所以你在签约的时候 你就要跟大家讲清楚 你是跟谁签 这个工程是谁来做 对 那你不能说大公司出面 然后之后校友厂商 你可能就性能度不高的 一个接一个 以后你头上没出面 第一个 第二个签约有时候还没签 结果工人已经开始来打桩了 我们开始要做了 我们还没有说话呢 所以引发了很多纠纷 对 在台南的北门地方很多地方 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地主不高兴 余温的这些 就是算是他的所有者讲说 这样签约过程中有纠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台南的北门都是余温 那居温是怎么样 它是养鱼 有的是萨把蜜 有的是什么蜜 它养鱼 所以就要有人去养鱼 这是一个工作机会 那你做了这个光电的 这个光电厂之后 开发当然有没有做好 它造成了什么情况 失业 它造成了 要养鱼的人没有地方养 你看现在这个观众 你所看到台南渔温的状况 为什么 你有来跟俊翰哥讲 因为一个渔温 它本身的这个租金 大概一块地就一年 大概三四万 渔温 对 渔温 可是如果我拿来 鱼电共生的话 你知道多少钱吗 一年 租金是四十万 他说我也让你鱼电共生 对 所以它大量的很多地主 有的这个是觉得被诃骗的 但是更多的是 因为差十倍 我拿来吃虎 是这个赛金四万 我拿去发电 做光电厂 我是四十万 所以大家通通大量的 都给它转出去 转出去又怎么样 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有渔温种 很多人反而找不到工作 所以当地呢 在渔温负责养鱼的这些人 他们失业了 渔民找不到工作 所以呢 你知道知道 渔民找不到工作 要至少发电 如果连电都没发好的话 就是两头空 所以我们要讨论是破坏生态 以及有没有这些 相关的违法的事情 台湾绿能的 这整个的光电的 这个投资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还描述到这个地方 你去跟德柱跟阿伯 陈启玉董事长来跟你讲 人没来 已经转手发包下去 发包给谁 现在传出有一个暗场 转给云豹 好 你要跟云豹做生意 是你家的事 这么一转手 现在被人家质疑 根本买空卖空 转手就上亿的获利 现在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各的都拼了 台湾才是各的拼了 不然不知道 整个拼了都拼了 所以各地出来反应的渔民 或者是相关的上游 下游的厂商非常多 那每一个我们都误网误纵 因为有报道出来 有媒体反应 我们就跟大家讲 像这个 就是你台湾绿能 你是不是在刚刚讲的 很多的案子 你签了以后 你转包 其中一个 有没有在北门案子 转给云豹呢 那你这样中间的话 你等于就是 直接就转手 就出一个人 你的工程上面出现 品质的落差 造成了抱怨 像这个就这样 在云豹接手之后出现什么 比如说水管爆裂 那我们讲鱼电工程 下面不是有蛤蜊 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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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毙 因为你表示说 你那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污染 然后呢 甚至有这些 黑道抢索管线 购路费的 昨天还要讲 还有一些是 亏信根本没买好的 鱼鱼一大堆的问题 现在整个都被翻出来 超萌萌 全部都查得清楚 到底过程当中 哪些违法 检调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观众朋友 41天的飞和家园 已经提前上路了 给大家看了一个数字 居然出现了98%的火力发电的数据 说好的绿能呢 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中共如果封锁台海 那就是战争 威胁台湾最大的 就是能源生命线 经济部长直接说 今年天然气只够撑八天 所以怎么办 所以要用力的增加 三处的接收站 提高存放量 为了抢快 居然现在可以 连命都不顾了吗 这样跟我坦白讲 我们现在的电 全部都烧的 这个的话绝对没错 为什么 全是火力发电嘛 蓝煤蓝气 哪一个不是火力发电 通通都又烧的 所以这时候有个问题了 你如果烧着烧着 到时候现在是成平时期 如果发生在战争时期的时候 库存量就变得很重要了 你有多少的预备煤 可以拿来烧 你有多少预备的天然气 可以拿来烧 结果现在发现 不好意思 各位 我们的天然气 只有八天而已 我们现在天然气 是将近我们全台湾 快要过半的 我们讲的 发电量都是靠天然气哦 跟你讲 只有八天 换言之 如果八天战争时期 人家对我们台湾 进行全面封锁的话 不好意思 电都没了 整个断电 那断电之后 你还要打什么仗 不用啊 直接器械投降 所以他说没有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容量 拿到变成14天之多 但我请问一下 就像个 八天跟14天有差吗 没有差 这代表一个问题嘛 台湾作为一个 我们讲的 岛屿性国家 我们对于 外部能源资源 进口的仰赖 太重了 太过于仰赖 外部进口 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好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八天要变14天 有个前提 要增加三处的接收站 好 三处接收到有一处正如火如蹄的进行 画面当中 你现在看到的 在头部 在观音 三阶的现场 三阶场进度要接到通 可以连命都不顾嘛 我先讲分别两个层次 第一个啦 光是这种接收站 天然机接收站 就已经是闲雾设施了 大量在全台湾增加 本身就是一个隐患 就是隐忧 再第二件事情 你如果盖好 我们大家还有讨论的空间 结果不是被踢爆说 里面有一个叫做保冷管线 结果保冷管线 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吗 他们用佛律钦 你说宇雪 什么是佛律钦 我直接跟你讲白话文 就违法 国际上禁用的 而且这个包覆的他们做 八千平方米 大量的都用违法的 可是你知道这些人多坏吗 他们等于就说 我今天要送宴的时候 我就拿合法的材质 去给钟友宴 钟友宴完之后说 哎 何哥哎 然后就发现 里面的根本就是 我们讲的 挂羊头卖狗肉 什么意思 他拿假的材料去给你验 就真的用的是违法的嘛 所以根本没有照规矩来 没有把真正该验的东西 拿去给你验啊 这个问题很大 也就是说 今天你用了违法的这个包覆材料 然后会导致于 你这个液化的天然气 它会气化 气化出来一切都会 都会写死人 就有危险性 而且讲白了 为什么这个材料会被禁止 一定有它的原因嘛 它本来就是被禁止材料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这个涉及到 味噪文书的问题哦 你怎么可以说 明明用的是A 结果你送宴的是B 然后继续把A盖上去 然后这个A 还是如同刚才俊翔哥讲的 会中火的东西 会烧起来的东西 然后它叫什么 保冷管线 对不对 而且你想想看 天然气场随便之前一个罚 一个出什么问题 很有可能就产生高温 那我问你 中游怎么监督的 还是你装睡 还是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中游用嘴巴监督 他就用嘴巴来监督 他说 我跟你讲 我不容许一丝瑕疵 有瑕疵 我不会让它过 然后事实上 就是还是要拼命的三月底运送嘛 换言之这什么意思啊 反正你没有抓包 我就继续弄嘛 我没看到 我就当没事了 我就是要硬 要把明年三月 我就是要硬干完嘛 因为台湾就缺电嘛 这天然气就很需要嘛 所以他说 我不容许有瑕疵 问题是这边 人家就跟你讲 有瑕疵 我不容许有瑕疵 鬼打墙 那火力发电 变得大了 小了 说好的绿电呢 不是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 你就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三月底了 来各位 41天非核家园上路 那跟我们一个人应该数嘛 好不好 核一场现在没了 核二场也没了 结果核三场 不好意思 要税休 所以刚好呢 提前体会一下 什么叫做非核家园 结果就在某一天的上午 有被粉 砖踢爆 他们去掉 掉说当天的早上 大概凌晨左右 五点左右 所有的发电量 跟用电量 它的一个配比跟状况 结果发现一个很恐怖的事实 你知道是什么吗 因为五点多 太阳还没出来嘛 结果高达98% 不是燃煤 就是天然气 换言之 我们最引以为豪 说本来要20%的绿电 你知道吗 结果少一个零 变2%都不到 就这种情况 所以你就搞懂了 全部都仰赖火力 发电的状况之下 让整个台湾 全部通通都用废发电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台南 台南我们今天也听到了 他好几次这个名字 为什么台南是全台湾光电 发最多的地方 连他缺电都缺的最严重啊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绿电只有2%啦 为什么大家有个绿电发电 不知道知道2% 这个还有加风力发电进去 我给你看台南是不是我们讲贪污也最多 避案也最多 凶手也最多 开枪也最多 哦 结果我发现 不好意思哦 发电量乱七八糟 六都的自给率 多少 排名倒数 只有20.2% 各位啊 不是20.2靠外线市哦 是他只有20.2% 黄伟哲脸哦 我跟你讲不要讲绿电 黄伟哲的脸如何可以发电哦 比绿电还要绿 好不好就这么夸张 大家不是讲说开什么玩笑 台南搞了一大堆钱乱七八糟 鸟似飞机一大堆 结果跟我讲说你20.2% 然后他们没有哦 新闻稿继续发哦 心思淡淡哦 说绿电冲新高 我们呢创造了全台湾 我讲全台湾 是3.62Gbps嘛 对不对 Gbps就千万瓦的意思 结果台南说我也有4.3Gbps 三分之一在台南 很棒哦 有倒战哦 那不是啊 那我就问一下 所以为什么只有20.2% 那为什么只有20.2% 你不要碰烘了嘛 因为太阳能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有日照时间 晴天下雨台风 他很不稳定嘛 所以代表 这个只是叫做虚有其表 所以你看看啊 连我们的黄伟哲市长啊 这一次啊 他站起来了 他又站起来了 站起来说啥 我们不敢说不缺电啊 不敢说啦 不敢说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高雄气死了 高雄想说我自取率150%几 然后台中想说我火力全开 好歹我也自取自主 结果就离台南 想说自己是绿电大臣 通通都仰赖别人的 你想想看 其他县市首长想说 我干嘛没事情 替你要担这个锅 所以说要怎么 绿电不给力 不长进 结果呢 火力发电 天然气最多撑八天 我怎么说要怎么呢 最后的救赎 难道只剩核电吗 我跟你讲 核电 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 核电到底是不是干净的能源 我们就举以法国为例 因为最近呢包括有些侧异很喜欢讲说 你看法国啊核电大国啊 电价最近频频涨啊 各位啊你知道为什么 法国核电大国电价要频频涨吗 因为理由很简单 因为呢 法国现在核电不够 就这么简单嘛 核电不够 电价要涨起来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很简单的逻辑 核电是便宜的电 没有核电 电价就会涨 那为什么法国最近呢 我们讲电价开始涨了 因为他们的河水 干旱 他们过去核电厂最重要的就是要需要有大量的水源做冷却的做动作 但刚好他们遇到旱旗 所以没有水去核电厂 核电厂只能降载啊 降载之后呢 我们花一浪的成本 发的电变少了 自然而然就变贵了 但台湾是不是这样 不是 台湾选址不管你核一核核三核四 你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都在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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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讲说 不要在海边说什么核电很贵 而且台湾包括连核四选址都非常专业 根本不会受到所谓的天然因素 核道因素所影响 好今天有一件事情呢 在媒体的版面 鲜少被放大 但今天极为重要就是核一厂 核一厂现在 为什么不能继续发电 因为它燃料派用过没地方放 失事的取出来要放到 要放个干市 干市现在准了 干市一旦准 失事清出来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了呢 因为这分两个城市 原本是最早是卡在新北市政府 OK 因为它原本有所谓的前期储存厂 中期储存厂 以及最终储存厂 但现在台湾所规划到的 大概只有所谓的前期早期储存厂而已 就初步的储存厂 中期跟我们讲的最后一期都没有规划到 所以当时新北市政府 一直我们讲拒绝这个方案 因为很怕你给我丢下去之后 就给我一路放到我们讲的一百年后 那这就完蛋了嘛 你就摆烂了嘛 很有这个可能啊 但是最近呢 因为包括工程的设计 以及相关的规划呢 已经慢慢有一个雏形出来之后 新北同意了嘛 同意之后 当然要针对所谓的干市储存 来开始进行测试 进行什么测试 叫做热测试 那你热测试要有东西啊 当然是把所有的燃料棒 从原本的合一厂掏出来 放到这个干主存厂 来进行所谓的测试嘛 那这个情况之下 请问一下原本的合一厂 是不是就空了 就空出来了 那空了代表什么事情 因为原本那些用过的燃料棒 已经废掉了嘛 不能再用了嘛 代表那就可以塞新的进去了嘛 那所以他会讲说 没有啦 我们烂料棒雨萱之前 不是都被蔡英文送出去了吗 都被送到国外去了吗 就现在搞清楚了哦 不是这样子哦 因为原本他们是因为 反垄断法的关系 所以才禁止输送说 要求你合电厂 只能营运四十年 但现在还有没有这个 没有 No 已经解编了 等于就是 只要你有想法 你有企图 你有买的意愿 你还是可以去再买燃料棒 塞到这个合一厂去 所以其实我们的合一厂 各位跟你讲的秘密 随时可以启用 观众朋友 PC Home网家出云楼 为什么 统一宣布购买30%的网家股份 成为最大的单一股东 有了傅爸爸来注资 立刻激励了今天网家的股价 一开盘就锁涨停 这下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 国内的电商整军 龙头momo 跟外来的强敌coupon 淘宝如何来迎战呢 大家都在问 统一到底玩一场什么样的局 自己有博客的电商 为何买了雅虎之后 又来买PC Home呢 如果大家回头去看 短短一年之内 统一在台南连开了四家 浮夸的Seven 你就会知道 罗志仙的野望 老老早呼之欲出了 好我们讲是台湾的整个零售大战 又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 那统一今天这个宣布就是入主 应该是入股 只有入股30% 变成这个网家的这个单一最大的股东 那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它变成单一最大 第二个 它没有超过30% 没有超过3% 不用送公平会 所以这个有巧门了 所以他们想要去掌控这个网家 那为什么要掌控网家 因为网家 现成的营收就有400亿 好那这个400亿 即使稍微衰退一点 你把它全部统一 把这个雅虎啊 这些全部营收加上去以后 它还是会变全台湾第二大 第二大的电商 那何以直接挑战谁 挑战莫莫 所以他已经取得一个 很好的一个位置 那我想这个是他买这个入股 这个PC用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那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PC用为什么要卖 PC用其实已经连6季亏损 连6个季度亏损 市值一路滑 那经过了整顿 那这个PC用这个董事长 这个詹红志 他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们最近做这个整理的工作 大家都看不到 他说我们做很多下水道工程 比如说我们把很多金流的手续费 能够稍微减少一点 那大家就在问 我也是PC用的客户 那个金流减个0.5个百分点 我的感受没有那么强 可是你的东西 如果没有某某多 你的东西没有某某便宜 我是很直接的感受 那所以大家还是在问说 那PC用你接下来 还有什么好的策略 那再加上他有一个最大的麻烦 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逆向的飞轮 为什么呢 什么意思叫逆向飞轮 就是你近站的人 你每天进你的网站来 看的人就少了 那看的人少了以后 买的人就变少了 买的人少了以后 他又有一个很大的物流仓 那个物流仓填不满 那你就会亏钱 所以你变成一个逆向飞轮的时候 其实对公司来讲很危险 这个时候 有了一个大老板 有一个大炕 付爸爸进来 第一个 你的金流不用失学了 好对不对 所以你有钱进来了 所以那看起来 你可以有做一些整顿 我们不讲别的 因为统一最厉害是什么 统一在北中南都有物流园区 都砸了上百亿 而且他有到处那么多发货舱 好那你今天PC用这个发货舱 再拿进来 我全部一起来整顿的时候 我们单单看他的物流的整队 我相信 他统一就可以做到一些 比较有效率的事情 那到底会不会这样做 我们后面再来慢慢看 好 周哥那我问你 现在就是说 统一的手上 在买网加之前 他已经有一个所谓的伯克莱 对 然后之前又买了这个雅虎 那现在又买了PC Home 他为什么一口气买了 这么多个平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统一的 这些不同的平台 都各自有各自散涨 伯克莱卖什么 卖书 卖礼品 对 但是网加卖什么 网加最厉害是3C用品 那雅虎最厉害是什么 是美妆还有流行的 所以每个东西不一样 那偏偏呢 伯克莱的量体又相对小 那所以他在实体通路很大 他有7-11 你看他有加勒服啊 这些都是实体通路 但是他在线上通路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现在一举 等于快速买时间 花钱买时间 快速把我线上的通路 也全部建起来了以后 那完了以后 那我们大家都在看 为什么 因为他只买 比如说雅虎 他今年2月就宣布买 然后7月8月 公平会通过 他都完全没有采取动作 没有任何的调整人士 你买了 然后你没有布局 那打什么算盘呢 那我相信他应该有布局 只是还没开始动手 那动手下去 我猜第一个 一定从物流就开始了 因为后面的这个物流 一定他马上去整顿 马上效益就会出来 那我们看到 为什么他必须要快速 为何 因为追兵都来了 这些国外的 都开始要来做一些进攻的动作 那特别是MOMO MOMO今年就特别来推会员 那虽然这个会员 你必须 他收了一个会费 2000多块的会费 你大概一年要消费6万块 你才能够cover这个会费 那大家会不会缴这个会费 就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MOMO现在也在 在做他的这个挑战 那如果这个挑战能够成功 那这个对于网家 就会一个直接的冲突 那所以我想 7000一定也在看 那接下来 他们是不是也会跟进 做类似的东西 MOMO第一个绝对是他的对手 再来淘宝 淘宝最近是跟这个 接口支付 他把LinePack换掉 他把接口支付换进来 那所以呢 他要挑战什么 他要让全台湾学生 没有信用卡的人 也可以来消费 好那用接口支付来付 好那所以这个 到底强敌压境 淘宝用跨境电商 是不是也能够来挑战统一 我们不知道 但是看起来 人家动作也做出来 库棚当然也不用讲 把韩国跟美国的这些商品 也送进台湾 也是拼命的在台湾全力的扩展 所以看起来台湾的电商圈 一场大战已经都开始了 可是7000绝对不是吃素的 好那7000不是吃素的 一方面在电商大买 同时他今年还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他在台南开了四个大型的店面 这个四个大型的店面 少折300平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这个Park Avenue 湖美商店 这个湖美商店 1000多平 好非常大 1000多平的7-11 1000多平 而且他的名字 每个取得不一样 好这每个取得不一样 这个叫湖美商场 是最新开幕 那他之前还在开了一个 叫做Park Avenue Park Avenue的950平 好950平 那这个950平里面 他还跟什么 跟精英酒店合作 然后他还把 各位你看到 他把他不同的品牌 全部放进去 有卖咖啡的 有卖美妆的 康斯美什么都进来 同时还做很多生鲜的食品 那这个背后的逻辑 上周去采访了 整个研究了半天以后 发现 同一有一个新的看法 他认为 台湾人口已经老化了 那这些年轻世代 慢慢步入中年以后 要让他们继续停留在统一消费 可是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进去买一个 买一个口香糖 买一碗泡面就结束了 他现在要买什么 他可能要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的意思说 在20年前 30年前 跟着统一一起成长进去 年轻的这一代 买口香糖的 买一个肉包的 那个年轻人 菜菜的年轻人 现在都已经 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了 我还希望把它黏着在 7-11上面 他希望实验一个全新的电型 如果这些电型在台南连开的四个不同的电型 如果一旦可以成功 他就会扩张 变成十个二十个电 甚至7-11就要全部改装他的电面 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台湾未来的生活便利店 很可能不是像现在的 五十平一百平 应该是三百平到一千平 这么大的一个电 而且你在里面 你可能停留半天 你不是停留三十分钟就走 所以听阿众哥这么一讲 我明白了 大家应该也稍微有听懂 串起来了 这个地方是线上 然后呢 这个百货公司一般的 7-11一年连开四家是线下 线下在2.0 不断的在经济 线上不断的开枪破土 虚实一整合 他不就在零售王国大一统了 好 没错 就是俊相你讲的 他接下来就是要虚实整合 我今天有线上的会员身份 到我线下的时候 我进到你的店面 我有没有好的体验 我今天可不可以买某些商品 我在线上你就 APP就通知我说 今天在某一个店面 某一个商品有特价 那我就进来了 所以你如果可以打通 OMO这个线上线下 整并的话 这个效益就会产生 那最终还有 我刚才讲的物流 如果今天所有的物流仓 全部在我这里 都是数据 每一个人进到店面 也是数据 进到线上 也是数据 你把整个数据 combine在一起以后 这个力量就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觉得 Seven跟全联 跟这些境外的 这些电商要火拼的时候 一场好戏正要开始 观众朋友 转完全圈 你买到票了吗 今天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是周董在台北大巨蛋 开唱15万张门票 五分钟清零 连阿信连阿灵都买不到 黄牛票呢 结果立刻网路上 一张给你喊到30万 而政府居然束手无策 台北演唱会经济学 已经点火了 但是负责大巨蛋营运的远雄 被质疑天价抽成 不只是粉丝被割韭菜 更大的问题是 谁唱得起 你手指头算一算 大概也只有五组天王天后 撑得住 其他的歌手根本唱不起 台北市政府 你不是大喊要演唱会经济学吗 你难道不该 扫除这些路障吗 昨天早上我在我的社群媒体里面 就看到有朋友写说 今天中午麻烦大家外出别上网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 原来昨天中午的时候 周董在大巨蛋的票要开卖 你知道吗 事实上昨天他有两波 这个所谓售票的时间 第一波是在12点的时候 下午3点的时候 他有把一些票在过整理的时候 再给他释出 结果你知道吗 15万张的门票 在5分钟之内就卖光 吓死人 那个评宽够宽吗 立刻瘫痪 你知道吗 他主办单位说 我告诉你 我这是史上最大的评宽 他们搞了好多虚拟阻击 甚至加派人手 为什么 他说还没有办法 因为有89万人 集体在那个时间上 往下都要去抢票 你知道吗 应付不来 你知道吗 他们那个中奖率 我不能讲说比被雷打到还难 但是中奖率只有0.3% 现在也讲说这个创架纪录 而且这个纪录 未来能够打破了 可能只有周杰伦自己打破自己 那你刚刚提到说 大家抢票 很多人都讲说 票搞不好我跟你讲 应该都有这个门路 扣关系就可以拿得到 而且艺人一定可以拿得到 没有 我告诉你 这好多艺人就讲说 我也要抢周杰伦 包括阿信阿林这些 连罗石锋都跳出来 讲说我也是有 你知道在网路上面 居然很早之前就有人讲说 我告诉你 我可以代买周杰伦的票 你知道以周杰伦的票来讲 最贵的票价是6880元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这昨天这一波 卖完了之后 居然有黄牛开价到 30万 在这次之前 一张票喊到30万 你这样跳了多少倍出来 结果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现在都很觉得 你黄牛到处用机器 我们是用人工去抢票 他们用机器去抢票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最早的时候 在那个演唱会的票 开卖之前 就有黄牛讲说 我可以帮大家代买 我会收一点手续费 那时候有好多的 这个所谓的歌迷 就上去呛他 就说天哪 我们这个是真实的歌迷要买 你今天黄牛 凭什么跟人家讲说 我要抢票 而且还赚这个价差 你知道那时候黄牛很嚣张 他说没有关系 反正我敢跟你开这个价 就表示我一定买得到票 你嫌我贵是不是 没关系 反正我就慢慢卖 你们时间越来越没人买 我就降一点 赚钱的赚的是我 你就来看看 这个演唱会经济学 已经点火了 两个指标你可以看到 今天开机场场困 我们从东区的商圈大复活 我们再来看看 五星级饭店的订房率 哇你下巴会掉下来 其实对于做这个商业 或者做餐饮的人来讲 就很简单 人潮就代表前潮 如果没有人那都假的 那你想想看 15万张的门票 5分钟可以给你卖完 它会带来多少的人潮 现在这个 我跟你讲 商人鼻子很灵 尤其房东的鼻子更灵 他看到大巨蛋盖好了 然后开放可以开演唱会的时候 第一个干嘛你知道吗 第一个是租金就开始涨了 你知道吗 现在带动这个所谓的区位人流 东区居然在线电网 什么叫做电网你知道 他租金一瓶 一瓶 先讲清楚一瓶是一万四千块 店铺的空租率 现在已经从原先的14% 跌到剩8%左右 而且周边店铺 他们其实也有去计算 他们的这个日营收的部分 你说我一天大概可以增加 8千块的收入 甚至我整体的业绩 至少可以成长五成 这个当然是演唱会的经济学 那个成品行旅 他现在已经也发现到 就是有这么多人要来抢 对不对 市场供需的问题 他的平均房价也上涨了 10%到20%左右 大巨蛋 你准备好了吗 人潮有的时候 对市府来讲 就是一个大考验 例如之前我们看中指总冠军首战的时候 有四万人涌进球场里面去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看到了 这个你以为是在干嘛 在春运吗 一大堆人 而且大家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为什么 通通都是为球队来加油的 但是你知道吗 当时四万人同时上场的时候 因为那个电幅梯 他没有做好这个所谓的即时管制 所以那时候人流 大家都觉得说 我要往前走 我要往前走 可是前面走不掉的时候 那时候一度发生推积 还有人讲说 人被人往下这样推进去 那那个其实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公安危机 再来就是什么 你知道 再来就要回到大巨蛋的这个本体的建设 你知道吗 现在好多这个网路上面 大家讲说到大巨蛋里面去 不管你参加任何的活动 或看任何的比赛 有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带着 什么东西 雨伞 为什么 或者雨 因为会漏水 哦 这样很热乱的 不是热乱的问题 这个热乱到蒋万安都说 我告诉你哦 我会要求他哦 把他给补证过啦 是 但问题是 没有没有没有 雨伞就出现了 因为他就很衰 他坐着那个位置 看他开始滴水 你知道 那这个只要终止这个 台湾大赛的第三战的时候 外面在下大雨嘛 下面下小雨 你看连这个桶子都拿出来接 而且你看那个水 这样滴滴答答一只滴一只滴 而且还有人就讲什么 我跟你讲 你加油棒没带没关系 你如果没有带雨伞 就代表你没尝试 没尝试就代表你没看电视 我天啊 这个说起来对大巨蛋 来很严格 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 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这几天也有人在 质疑VIP包厢的这件事情 因为原先啊 北市府啊 在跟大巨蛋 在跟这个远雄 在签里面合约的时候 事实上对这一块 感觉上没有严格的这个规范 所以传出来讲说 你这个大巨蛋里面的VIP包厢 会不会成为正商民流之间 他们私人可以使用的这个场合 结果你知道吗 北市府现在讲说 没有我告诉你 契约有明定说 回馈档期的时间 北市府拥有完整包厢使用权 但问题是 VIP包厢到底几件 当时代合约就我了解 他也没有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有一个空窗 结果呢 市府只能干嘛 你知道 做道德上的呼吁说 你远雄啊 不要当成私人招待所来使用 这四个字 天价抽成 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当然啊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 十五万 十五万张的门票 如果均价一张 算五千块钱好了 那你告诉我 十五万乘以五千是多少 大家算数好算一下 可是呢 这里面很有可能 最大的获利者 居然是远雄 你知道吗 因为原先 他们在这个所谓的抽成 这个分论机制里面 并没有明定一个上限的问题 所以你想想看 他开放作为这个所谓的演唱会场合的时候 那人是不是就一直往内增加了 那增加的东西对远雄来讲 他就可以不断的抽成 好 现在问题来 你知道他们现在单日的场租是210万左右 而且呢 他现在单场抽成呢 是可以达到10% 我票越多 我就抽越多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抽成无上限的这个状态 可是呢 你又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我们刚刚看到说周董啊 在这边要开演唱会这么多人抢对不对 可是你那个庞大的场租的这些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号称我15万张门票 可以全部卖光光啊 那问题就来了 以后会不会大巨蛋有变成是什么 你知道 特定这种大咖艺人特大牌的这种 天王天后的巨蛋 才可以租得起啊 不然的话我如果票的部分没卖到这么多 我的收支一比较之后 很有可能会变成什么 就打退堂主了 在这边要办的次数可能也会被减少 撑不起啊 但我跟你讲 这有时候危机就是别人的转机 为什么你知道 现在也传说来讲说 对啊你不要大巨蛋啊 凑成太多了 我们其他周边县市也有其他不同的巨蛋 你也可以转战到其他的这个县市 来举办这些活动 所以只能这样讲 台湾人很疯演唱会 这个也没错 但是如果规模真的非常大的时候 他能够带动的所谓的演唱会的经济学效应 我跟你讲 对各县市来讲 那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饼啊 赖总统为什么动怒的 民进党花最大力气 要打一场漂亮的空战 被交付重责大任的是 发言人吴珍跟点子王王毅川 怎么会在中常会传出 被总统直接点名 他们专业度不够 你们只顾开直播 只顾自己爽 你们接触不到同温层外的这些选民 那直播有什么用呢 所以居然哥我们来仔细看这个TPOC最新的一个调查 但我要先给观众朋友一个背景尝试 这个TPOC所谓的声量 它是参考不只是我们讲的影片 最主要的是什么 脸书 社群软体 社交软体 包括你讲的Thread啊 Instagram啊 Facebook 是 等等的 所以你仔细看哦 最近最红的是谁 第一个是黄国昌 第二个是韩孤瑜 不用讲因为总预算的问题 而第三个是许晓星 你看到这边就有点怪 晓星最近新闻不多啊 所以那代表什么 网路声量很重要 所以吴痴瑶 罗志强 诶 你想许智杰怎么跑来这边了 很简单 因为他很会蹲嘛 24蹲在那边上上下下的 就蹲出来了 所以不一定是一个乐界 但你仔细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不对 平常市民政党 不是很多人都声量很大吗 那都没排名在前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代表有一部分的经营 漏高起 而当赖星得 看到这个成绩单的时候 你要心里想哦 这个东西不等于选票 但是赖星得特别重视嘛 他先前才说你要下达这个我们讲军力 各个空战要给我拼好 声量要给我冲大 要掌握舆论主导权 结果看到这样成绩 大家不禁想问 那民进党这些发言人 以及赖星得耳提面命的子弟兵 好像成绩单不及格 老板要我开直播 不是直播的很用力很认真吗 对于这个老板叫我开直播 我还真的没看过几集 不是因为他是民进党 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名称 从选举完之后 早就已经从我脑海里飘过了 所以我是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才特别去看 发现我台事大条 出了什么问题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他们说在节目上干嘛 在玩 就是哀哀哀哀哀 要跟年轻人拨 你就是这样啊 对 俊翔跟你讲一个重点 比如说我跟你之间 我们也可以对谈 我们可以不谈这块题目吗 我们可以聊什么 聊你特别喜欢拍照 聊你的兴趣 聊你的喜好 我们可以 啪啦梁 台语的啪啦梁 总统要你啪啦梁吗 对嘛 啪啦梁可以 那再来吃东西吃播 对对对 在那边吃啊 闹啊 瞎胡闹啊 巧心也是在吃播啊 巧心吃播会讲话题嘛 他会讲议题 他会讲正事嘛 对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个东西会不会有流量 当然会 为什么 因为粉丝爱看 这个叫做粉丝向直播 那请问一下会有什么 效应跟舆论 只有流量没有声量 你要期待新闻讨论说 王毅川尽管吃什么 没可能 还是他跟吴珍两个人打屁了什么 没兴趣 当然不可能啦 不是没可能 没兴趣 是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会创造出流量 但是根本没有质量 所以赖清德就说 我们讲 开会的时候 手上哪一点 他说我特别喜欢看这个 你知道这什么吗 民众陈情系 结果里面一堆内容 不是王毅川 就是吴珍 王毅川吴珍 王毅川特别多 然后看完内容之后 他说 里面写什么你知道吗 请他们不要在直播上耍贝了好吗 讲点震惊的事情 震惊的事情都没做 一直在搞笑 没有内涵嘛 连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对嘛 所以我跟我讲 我有去看他的直播 他们一开始起初 选举的阶段呢 人都蛮多的 有时候有十万哦 我们讲 点阅率十万哦 跟我的直播差不多 算不错了哦 真的啊 我直播有十万好不好 跟我直播差不多吧 结果后来呢 到瑞幸你知道剩多少吗 我看到一个 我不剩唏嘘 我本来还以为是假的 没有哦 一个小时的直播 你知道请来谁吗 萧美琴 萧美琴 应该很有话题吧 五十万吧 是 没有二点五万 我就知道 事情大掉了 你知道为什么事情大掉了 因为你久了 观众就会腻 你久了 粉丝觉得 你每次都这样子 每次都没内行 我就不想看了 所以他即便拿萧美琴 这种强行针灌下去 你知道吗 也不好 最近我看到他们找一些 都是特别来宾哦 而且那来宾都是 我们讲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哦 就都两三千 四五千 七八千 那没看的嘛 直播流量不好看 所以最近才会被定嘛 所以赖先生等于 在跟他们讲一件事情 你做直播 要种植而不是重量 所以空战 就是要拟定 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的 这个所谓的地狱火 要往哪里打 也就是设定议题 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 如果连 米琴嘛 我们的副总统 都已经上了你的直播间 居然还只有这样的流量 所以是你的议题设定 所以赖新德其实也懂嘛 很多人都以为说 老古板 这个嘻嘻哈哈闹闹的 很好看啊 很好玩啊 对啦 是没有错啦 但是这个就变网红了嘛 你会忘记你的本分叫什么 你的本分叫做政治人物 因为当你用这种方法 网红的方法 网红请问一下 他需要社会影响力吗 No 除非你叫馆长 对不对 那馆长你需要多骂几句三字心 但那不是嘛 你不能把一个政治人物 当做这种做法 那久了之后自然而然 你就会变成在同温层里面打转 而赖新德我跟你讲 今年4月5月的时候 才给他们定一个KPI 我看到这个KPI 我就笑翻了 他说 直播间两人为了KPI 针锋相对哦 赖新德现场突袭哦 我不相信啦 谁好的啦 少来这一套 但没关系嘛 赖新德就是来了嘛 就是突袭了 他们说 我们都是冷汗 他说KPI 金尔克你知道他们要干嘛吗 他们说 你呢 4 5月的时候要求的 给我订阅数 要达到10万 我听到 我都想说 我都没有听错 他是说民进党中央的订阅数哦 民进党中央的订阅数 才10万就达标 对 那居然各位 你知道我今年直播的目标是什么吗 也是10万 然后我又仔细去对照 各位 我真的没有唬烂 好不好 我的流量都比他们最近 几次高 你这个有党资源哦 我流量真的都比他们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不好 我也是10万 我跟赖新德 心友林心意点通 英雄所就点通 但我要帮他们讲 去公道化 有啦 王毅川跟吴珍 透过这种方式 确实今年的目标 他现在的订阅已经11万了 但是 为什么 增结一点在这边 已经到了11万了 请问一下 有新闻写吗 有人关心吗 你有话语权吗 吴珍最近有新闻吗 完全没看到 虚的 假的 所以你看哦 他们还在加码爆料说 不是 吴珍这个被定了满头包 包括吴思耀也出来讲说 哎我跟你讲 每次吴珍进去哦 都震撼教育 他都会被修理 你知道吗 他说三月的时候 他自己讲 我在会议上呢 滑手机 就会赖心得来点名他 说哎 孩子 你敢有听我说话 哎 大人在说话 你把我说手机 你这是什么态度 他在跟你开箱 闭门会议里面 你们看不到的场景 这有流量啊 我觉得这分两件事 第一个 这可能是做效果 OK 就是吴珍觉得这是做效果 就是说 哎呀 赖心得电我啊 哎呦 他是我老板 老板叫我开直播 很有意思嘛 那你想想看哦 这个我们讲 他的粉丝看到一定觉得 哈哈哈哈 但第二件事情哦 吴珍会把这种事情 想要拿来开玩笑 这就凸显出 为什么赖心得 对于这个直播 这么不满的原因嘛 因为你要认真的 把自己的专业 比如说你要干嘛 你要攻击国民党啊 你要批评总预算啊 我都会帮你民进党列了嘛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有很多 但你都没做 就最后的结果 就是变成这样 还把无聊当有趣 好那如果这样子 大家可以来讨论呢 让我就问 找四叉猫来上你的 所谓的直播间 这样对于专业度 有提升吗 四叉猫至少它有一个特点 它会爆料 所以我们看到 四叉猫的网路新闻 其实特别多 我平心而论哦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如果找四叉猫 的确 你说这个叫做 请鬼拿药单 但你好歹也要先 猪八戒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 现在什么惨状 所以的确 搞不好四叉猫去 我觉得 还真的帮得到他们 好你可以看到 今天都在讨论 绿营民进党的空战策略 在赖总统 生气的背后 至少人家在索罗斯 蓝营在做什么 当民进党还在为了 这个空战的声量 一直在焦灼 焦头烂耳的 很烦恼 结果国民党没有 已经 各就各位 全部都已经到 自己该到的位置上 超前部署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去举台中来讲就好了 台中的接班梯队 已经出来了 就讲几成 看这个场面 应该三个人呢 不是拍照 就是在开直播 台南是谁 龙概先 我的好朋友 对不对 那这个高雄是谁 柯志恩 换言之 我不论到底 战况的强或弱 民进党可能觉得说 反正中南部呢 我们就是我们的主场 不管派一个西瓜来选 都会隐随 现在党内 厮杀了一塌糊 打得乱七八糟 血流成河 但是 龟兔赛跑 什么意思 的确民进党在中南部 是兔子 但国民党至少 愿意当一只乌龟 也就是我提前 做好预备备 我慢慢爬 如果你一个疏忽 很有可能翻盘 会跌破你的眼镜 明显怎么看 我觉得赖总统 不懂吴征 不懂王毅川的心 真的说实在是 你网路不是这样经营的 如果有讲专业可以 你讲最近 台延率为什么会设入弊案 光电为什么会设入弊案 讲一下为什么缺电 讲一下为什么 我们的能源政策 怎么去调整 讲一下说 到底说 为什么现在低薪高榜价 讲这些 年轻人关心 可是你讲 那不是要批评中央政府吗 批评民党自己吗 自我检讨吗 又不敢嘛 当一个党的办案人怎么敢检讨自己呢 要跳脱同文城 网路要有流量 好 不要讲说雨萱 尾翰 甚至俊相 老实讲 我刚上去看赖清德 自己从选举设立的 一个YT的官方的那个 的点阅率 老实讲 都比上述这些人 比俊相 比雨萱 比尾翰 都还低啦 最新的更新是到10月10号的国庆 谈话而已 点阅率也才 也是不到10万 就一个国家 国家元首来讲 真的很低 做流量要突破同文城 要努力嘛 可是能检讨自己吗 所以王毅川 跟吴珍 只能吃吃喝喝 嘻嘻哈哈 只能做这样子而已啊 我觉得LINE总统 要读位这些发言人的福星啊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巨像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哇 真 像